李宇春總議長 尊敬的里宇春總議長 尊敬的郭艾倫主席 尊敬的各位来自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的嘉宾们 大家好 我有幸早了几年参与了国际组织的东北亚总务部的创建性工作 并且被国际组织赋予了国际监察委员长和国际房屋产业研究院院长的国际职责 深感责任重大 使命神圣 在这里感谢国际组织对我所做工作的肯定和奖励 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清除机构 从它的名称IOWGCA的这个名称 它的终止使命组织体系业务范围的都是源于它的宪法 也就是IOWGCA这部宪法 这个是全世界的第一部绿色宪法 这是我们全世界的一个最高的关于绿色清除的一个国际组织 它依据相关多部国际法 和国际公约 受到了大多数国家地区国际联统的承认合法建立 我们运营好这个国际组织的业务 就是在履行 国际国际公屋就是在履行保护全人类 赖以生存与发展这个地球 乃至更大的宇宙空间 它的气候环境等等 我们这里在描述一幅美好的蓝骨 也在描述一个美好的绿色梦 我们国家习近平主席 近年来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至高的理念 提出了三大倡议 全球革命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对于我们开展国际组织的业务 运用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东西 是建立 秩序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但是我们现在处在的世界 多重挑战和危机 交织绝佳 冷战思维因此不散 合作发展 平衡不断拿大 世界阶级扶苏很艰难 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人类社会 现代化进展 又一次来到了历史的石头路口 在这种社会生态环境下 发展经济 保护地区环境 需要我们做艰苦的 长期的努力 来工作 解决这些问题 为了实现国际组织的基地目标 在国际特殊安保 这个方面的工作 我们当前重点要做三项目 第一就是要建立国际特殊安保体系 当然这个体系包括了内容 很广泛 安全防范体系 组治指挥体系 情报预警体系 力量侨费主义 应激处置体系 保障体系等等 第二就是要强化队伍建设 采取各种措施 从招收 颓训等等措施 要努力建设一支素质优秀 作风过硬 忠诚可靠的国际特殊安保队伍 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断续拓展业务 取得安全保卫 这个是不是工作的效果 特殊安保 这种服务的范围 我们要根据国际组织的要求 和实际主体业务的要求 开展不断的拓展国际安保的业务 经营法 当然主要有 附近的服务场所的人员单 的保卫 还有一些具体的业务 总之 国际特殊安保 是国际组织 世界绿色机构 绿色机构机构的一个重要部门 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安保工作人员必须得尽职守 防止于未然 确保安全 为国际组织 保驾护航 为我们的工作人员 为了各位 向我们平安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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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